後來的話,如果執行一個清楚 那你會發現它只會有一個儲存格變動 可是其實我們的目標就像上個禮拜一樣 是希望整個從第二列 從這個一直到底下,Ctrl向下 大概101列 希望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都把它輸出正確公式的話 那理論上當然啦,如果你不用回圈的話 理論上是怎麼做 如果不用回圈變成說你就是要 假設下一個儲存格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拿上面 當然不是用複製啦 比如說你不會回圈的人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上面這一行複製貼下來 然後把它改一下,改什麼呢 列的話,因為這個儲存格一樣是1欄 然後第幾列,第3列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邊改成3 如果你把它改成3的話 然後輸出它就會 但後面如果沒改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會一樣 為什麼一樣? 因為後面的公式也要改 所以後面的公式變成這個地方 就要改,一樣變成3 有沒有 這個F3,G3,跟H3 那這樣的話呢 改完之後你會發現我把它執行 它就會把這兩個儲存格做變動 那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你再複製一個 到底下,OK 那這邊的話改3 它就清除兩個 可是不對,那如果說到101的話 它豈不是貼白,那層次幣大 所以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學會 什麼叫回圈 那其實回圈的話呢 電腦裡面最好用的是回圈 因為回圈的話它只要重複做 不管你多大的數量 它都會在瞬間幫你完成 那其實人最討厭就是重複做什麼事 但是卻是電腦的專長 而且電腦重複做又正確又快速 而且又不用睡覺 那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希望利用電腦幫你提高效率的話 那你一定要學會回圈 OK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學程式 主要是因為第一個 資料量太龐大了 第二個的話呢 人力也不足 像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好像只有 好像聽說大概10萬人吧 跟以前的20萬人比起來 足足少了10萬人 沒有少子化的關係 所以以後呢 要找人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沒有人的嘛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事情還這麼多 而且事情不是這麼多 還更多 所以以後乾脆找人 最好找那個會寫程式的人 那一個人就可以寫很多事 把整個流程通通自動化之後 那幹嘛請那麼多人 所以很多老闆很聰明 最好找人就是找那個 知道該怎麼把事情 自動化那種優先錄取 所以現在有些企業直接 乾脆考試的時候 直接就考以Sale之外 還考VBA 對 那你VBA如果會的話 當然相對比較有優勢 好 那接下來怎麼要加個回圈呢 所以第一個step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嘛 第二個就是重複做 那重複做的話呢 當然不是叫你傻傻的一個Ctrl-C Ctrl-V 然後這邊101 那不是起要貼 再貼100次 太浪費時間 所以再來的話 記得喔 把底下那一行槓掉好了 不需要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寫回圈 所以喔 回圈怎麼寫 這個可能有固定規則 請你在上面第一行 Enter一下 然後一樣按一個tape鍵 這個時候慢慢會習慣 4回圈就是跟他講4 後面加個變數 這個i自己取的啦 我取這樣 我習慣只要是列號都用i 藍號都用j 這個人習慣 阿熊老師用a跟b也可以啦 xy也可以 但是我習慣 i就是指哪一列 那後面的話加個等號 我的範圍給他一下 第二列 到 空一格 然後to 101 ok 那一般習慣的話會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th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for 記得一定要有nath 如果有for沒有nath 他就不知道哪裡去停下來 就是說結束的位置 所以理論上喔 就是程式上面都對稱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sub會有Enter sub 才知道結束的地方 有for就一定有nath 那未來還會有if 邏輯判斷 有沒有 判斷的話有if 就會end if 所以喔 程式你想要這個概念 就比較不容易寫錯 所以你不要說打完for之後 就忘了nath 不行 一定要成對 好 那請你把底下這一行 把它搬到fornath中間 然後呢 建議是直接在fornath 下一行 然後按個tab鍵 讓它到下一階 類似長這樣 所以建議 就是那個結構 盡量把它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第一階是sub 第二階是fornath 有沒有 第三階呢 才是在這個fornath回圈裡面 執行什麼事情 執行就是 重複輸出資料的動作 那重複輸出的話 你想說 那接下來i要放哪裡 i是個變數 所以你可想而知喔 這個i指的就是 它指的就是一連串的數字 從2一直幫你產生到101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只要做第一個動作 把sales後面這個地方的2 改成i就可以了 第一步喔 那當然你改完之後 你直接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這邊都輸出了 那問題不對啊 怎麼會全部都是那個 這個裡面 指的是這個 那主要原因剛才可以理解 因為後面這個都是同樣的公式 所以呢 最後還要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2 有沒有 F2 G2 H2 的2 改成i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點喔 一直強調一點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 那i是個數字 ok i是個數字的 應該算正確的 名稱應該叫一個數字的變數 因為它是會變的嘛 ok 它2、3、4、5 一直到101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數字 放在文字裡面 跟各位講不相容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一個數字 放在一個文字串裡面的話 因為這個是前雙引號到後雙引號 這個是文字串對不對 你要把它放到裡面 你不能直接說 老師我直接把這個2改成i 對不對 對 如果你這樣改 你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就很慘 name 不對 它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它放到這裡的話 它就把i當成一個文字 那如果它這個文字 它就不會work ok 它就不會去變了 ok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它變的話 一定要把那個變數串在中間 串 怎麼串 特別注意喔 首先的話 你必須要把文字切開 然後利用and的符號 把它夾在中間 很像是Excel裡面那個and的符號 但是and的符號 跟Excel裡面的公司 最大不一樣是 VPA的and的符號 前後要加空白 有點像是怎麼樣 一個英文的敘述 英文字跟字中間一定要加空白 道理是差不多 那怎麼做我教各位 選取這個2有沒有 把它選起來 2的話呢 先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然後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and的符號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對 因為它是規則 那Excel裡面的公式 and的前後不用加空白 但是VPA要 這個是它的規則 你說 沒辦法 這是它的規則 規則就是要不能改的啦 ok喔 不過就有同學可能會講說 老師這什麼意思 跟各位講 這個是說 把那個文字先切開來 有沒有 它先把這個 本來是一個文字串 切成兩邊 然後呢 左邊右邊各有一個串接符號 那首先就end 然後再把這個i放在中間 這樣就ok了 不過我建議各位啦 如果你現在還沒辦法完全理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對這個東西實在是很燒腦 你暫時或不想知道沒關係 你先背口訣算了 反正以後你看到那個列號 你就是背個口訣啦 我覺得這個口訣比較簡單 因為後來發現同學好像背口訣比較快 就是先把那個列號選起來之後 兩個雙引號 一到中間 兩個end符號 一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保證不會錯 萬用的 ok 因為我每次解釋 下一次同學還是說 老師我還是不懂耶 為什麼他要一個 那個什麼符號 一堆的 解釋完 還是不懂 ok 好啦算了 你先 後來有些同學是經過三週四週五後 突然跟我講 老師我終於懂了 但是已經是很後面的 然後我說 你可能還沒那麼快 你先背口訣算了 ok 所以 這樣口訣記起來 所以多這裡 所以先選列號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end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end前後加空白 先把口訣記下來 因為後面 只要是 需要串一個變數在裡面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保證不會錯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串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罩門 但是任何學程式都會有串接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這個不能理解 你不管學任何程式都一定會卡住 不過沒關係 你先把它 先背起來比較快 做完之後的話 恭喜你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完畢 你可以看到 底下應該就沒問題 Ctrl向下 對 到101沒有問題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要清除 清除怎麼清除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就沒有剛剛那個問題 第一步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4i把它複製到底下 然後一樣enter兩下 打個nest 然後把中間這個 移到它的中間 然後按個tab鍵 這邊的話delete 最後的話把2改成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是 1 2清掉 1 3清掉 一直到1 100 01清掉 執行看看 這樣ok了 有沒有 所以上面這個執行 有不要放這個中間 執行一下 這個執行一下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應該最難最難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這個可以跨過去的話 應該就算簡單了 那理論上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輸出一個資料 到某個儲存格的話 反正就是用sales 就可以幫我完成 那你只要跟他講哪一列哪一欄 那不管是縱向的 橫向一樣可以 那就可以把大量資料放在你想放的位置 那未來當然不是只有儲存格 以後還有列還有欄還有工作表 工作布 那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大量處理的話 還是需要回圈 做一些重複處理的動作 ok 那這個程式嘛 雲端上面其實也有 看一下這一段應該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4頁的地方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然後 基本上這個 最後再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 因為這邊是門號公式 門號清除 那你想說那之前我把它複製過來的按鈕其實還在 那如果你要改 你不用把它Delete掉 像我的習慣直接來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也就是這個按鈕我要改 可以啊 你重新說這個按鈕本來是指到串接 那我不要指串接 我要指門號公式 門號公式 點它一下 然後名稱因為等一下要變更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再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這個名稱給修改成門號公式 然後底下這個叫門號清除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是門號清除 並且把門號清除的這一個名稱把它複製之後貼過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一樣按一下門號公式 執行 門號清除 也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得到的結果 跟上個禮拜做的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錄製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OK 所以未來其實我會希望說 反正你可以試情況決定 如果你不會寫你可以錄製的 然後再去修改成你要的樣子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請問一下就是這個VBA裡面的大小寫會有差嗎 VBA的大小寫它視為相同 對 但是其他語言不一定 像Java跟Python是視為不同 VBA裡面是視為相同 可是視為相同也是麻煩 就是說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像理論上我大部分都是打小寫 可是你會發現 它如果有一些裡面內建的名稱 像這個Sales 如果你打小寫 因為它這個Sales 是它裡面內建的 等於是一個物件的名稱 它移開 它會自動C會變大寫 所以我打一律打小寫 那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怕打錯 尤其我常遇到同學 常打錯字就是打Sales 奇怪 這個好像有傳染病 一定不會打S 而且它的比例還蠻高的 常常同學說Sales 就是少S 所以如果你移開的話 往下 你會發現 移開之後有沒有一個現象 你會發現 這個C有沒有變大寫 沒有對不對 那表示你打錯了 OK 所以我自己習慣 這個是我自己打程式的習慣 我打都會打小寫 我移開 我先看一下 沒有變 那我打錯了 OK 那其實程式最麻煩 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為了讓程式一個字都不能錯 真的要養成好習慣 然後也有一些小訣竅 可以避免就是你打錯 那我是覺得 VBA的環境其實還算蠻友善的 但其實它有些功能 後面我會再跟各位分享 好,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自己寫的程式 那待會我們可能要看別的範例 一樣會需要做很多自己寫的動作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其他的範例